好,那我們一開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因為這個軟體啊 基本上他是根據超過1280的一個橫向的那個視窗規格去設計的 所以你如果是那個橫幅的寬 就是螢幕的解析度橫幅寬小於就是1280的話 他有些東西會看不到 就是有些東西的那個工具列會看不到 那這個時候呢就變成你要輔助去找這邊的項目 但是有些人用習慣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在這邊工具列的那個按鈕會顯得比較方便 不然就是你要去背就是那個所謂的快速鍵 那就是另外一個動作了 好那我們今天就是先來講 就是怎麼樣去完整製作一個範例 就是一個A4的那個行路 一個DM這樣子 那一開始開啟那個文件喔 你選擇的方式就是列印 它只有兩個 一個是多媒體類型 一個是印刷類型的 那列印就是印刷類型的 那你這邊呢 因為我們目前只有1頁 所以其實這個都不用改變 都不用動 那A4是標準的一個尺寸大小 那接下來我們要設計的是 設定就是這邊的出寫的部分 那一般A4在平板的時候 基本上它在做出寫對齊的時候 可能就是1公里到3公里 就是你一定要超出去 那但是你要超多少 就是你要自己去設定 那通常我們A4就是21x29.7公分 所以是小小一張 那在裁切的時候 其實它對於那個誤差值的部分 它判斷是比較小的 就像我們在做那個名片 5x19公分的那個大小 它出寫只要留1公里就夠了 所以這邊其實你可以把它改小 可以把它改小 那像一般的100x70的那個海報 或是A1、A0的海報 實際上就是留到3公里左右 因為現在在印刷採切的部分 它在對準的部分還蠻準確的 因為用電腦在採切的 所以其實那個誤差值不會說太大 流出寫的最大原因上次有講過就是 我們讓它不會有產生露白邊的那種情況 所以才會多一個出寫 那這邊你就可以自己去 比如說我要改成1這樣子 那後面有一個鎖定 這個就是會幫它鎖起來 這個會把它鎖起來 鎖起來就是我改一個 它全部這紙就是完全一樣的 那選邊界跟藍 好 那這邊呢 你可以看到 它出寫的部分只有1 所以這邊是1公里 1公里 那 這裡呢 你看到這是邊界 它上下左右的距離 大概是2公分 這是給你一個參考值 那實際上呢 你要不要去 去處理 就看你 看你的一個需求 因為一般在做排版的時候 其實都會留大概1英吋的距離 那大概2.54公分 那這邊轉換成公分的話 它大概就留2這樣子 那因為我們今天只要排單一版 所以這個 倒是問題不大 好 那就按確定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這邊有一個頁面 頁面有主板 那因為今天我們只排單一版 所以我們就先不動主板的部分 我們今天主要讓大家去習慣就是關於圖層的分類 圖層的分類 那 一般來講 我們在做圖層分類的時候 可能這邊也要稍微去 適應就是去 新增那個圖層 那我們對它做命名 好 比如說這個是 圖像 好 就是圖像的使用 就是圖片啊 或是物件 好 那或是一個是文字 好 這個是我們大概第一個動作 就是把文跟圖給分開 好 文跟圖給分開 那你在做的時候 你要留意啦 就是你在哪一個圖層去做 那它那個物件就是會在哪一個地方 好 那個物件就會在哪一個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比如說我們現在先用那個所謂的圖框 就是這個框架的部分 好 矩形框架 那框架的概念就很像是 倒過來做的剪裁遮瑟片 意思就是說 我今天做的這個物件 我只是預先把它的位置留好 那之後呢 這個版型規格化之後呢 我再把圖片載入進來 它就會按照我的框架的安排 好 去做放置 好 那這個框架的使用 在排版軟體裡面非常的常用 因為有時候你不見得會有 已經拿到圖片了 好 就是 你有時候要預留 好 那有些人會習慣就是說 以前啊就會拍那個假字 好 拍假圖 可是常常呢會忘記改到 好 那隔天就 沒辦法來上班了 因為它就被fired掉了 就是 印刷已經送出去了 尤其是那個 報業 就是 有些人那個 報紙主板 會先把 假字假圖放上去 可是它忘記改到的時候 隔天 就是可能發行的 幾萬份 就這樣出去了 那就是錯了 好 好 那這裡的框架 我們在 設定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 數值 那xy的 對準是 從上面這邊 就是 從上面這邊的 基本定位點 去定位的 好 所以我如果說這邊 改 0 0 好 你可以看到說 它對齊的 部分 好 就在這裡 就是定位 對到這裡來 這個是完整的那個 頁面的 最起始點 這是0跟0 xy 0跟0 的地方 好 所以我們一般在做 對準的話 我們大概都會 用這樣的方式去進行 就是 去這樣做校正 那 這邊呢 我們如果要 先做出一個 滿版的 規範 好 我們今天要等份的話 我們要知道說 我們的版面到底是 多大 多大 那我們剛開版的時候 就知道說 這是21 x29.7 就是 公里 等於是 21公分 x29.7公分 的這個部分 所以 我們這邊就先改 210 高是 297 這單位的部分 好 那現在就是 有一個滿版的圖框 就是在這個 A4的 版面上面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 我 我要去等分它的話 我就要去算一下 就是 比如說我要 4等分 就是4等分 這個圖框 那 我這個寬度的部分 我就直接把它 除以4 除 有符號 除以4 那它就會 從 原本是 滿版的1 然後除以4之後 就變成 52.5公里 好 那 高的話呢 我可以說 我要除以 9 好 就看你自己啊 比如說除以9 或除以10 都好 就是你可以去 把原本的一個版型的部分 去調節成 就是 這樣的一個大小 好 那 有時候因為 因為我們並不知道 實際上 就是 比如說我要幾分之幾 比如95 這邊是 94 94 36 所以 這樣子如果 一個單位格 排滿這個A4版面 就會是36張 會36張小圖 那 有時候我們並不知道說 我的A4去分成36張 每一個大小是多少 那你就可以用 除的方式去進行 或是用乘 好 就是 這邊所有的數值 其實都可以去做 運算式 簡單運算式的一個操作 比如說這邊的高要 乘以2 就是 那個米字號就是乘的符號 乘以2 它就變成 兩倍的大小 好 所以有時候你的圖框 你做出來之後 你有些是直式需求的話 你就可以在這邊 再重新乘或是除 好 乘或是除 好 那我們先 安排這樣子 那你的圖框完成之後呢 在 編輯的地方 好 我們有一個叫 多重複製 就是 看習慣 有些人的習慣是說 我按住ALT 可以去產生複製的動作 那複製的話 你可以看到說 它其實有 這種自動吸附的功能 讓你去對準 好 這也是一個方法 對準之後呢 再 持續的去做複製的動作 這樣也是 好 就是會 完全密合的這個 處理方式 那有些人的 處理方式 就是說 我的操控 是直接選 然後在這邊 有一個叫多重複製的選項 那這個呢 其實你就可以知道說 我要去建立的數目 比如說三個 垂直的 偏移量 或是水平偏移量 是多少 那水平偏移量 就是 它去再計算 就是 它的寬的寬度 所以就是 52.5 那去產生 你看這邊可以預覽 好 這樣是非常精準的去做了 所謂的 正列複製 好 那當然呢 你可以說 我這邊選擇完之後 我再去正列複製 變成 好 就是 在 我們原本除以9 除以9 那等於是再多 8 好 然後 這邊 水平的部分是 0 就不動 但是這邊的便宜量 這邊的垂直便宜量 是33 好 那當然呢 你這邊可以去建立 就是 原本是 自己的 是一份 好 然後你向下複製之後 你就會發現說 它只要再多8份 它就會造成滿版的 這個效果 好 所以我們先試著把圖框 好 就是去把它 排滿 好 去把它排滿 OK 好 好 那我們大概看到我們 組完就是滿版的這個框架之後啊 這個框架的 操作其實就是為了我們要放圖片進來 那 常常我們放圖片的時候必須把它規格化的處理 好 這規格化處理其實就是 方便我們在主板上面的一個運用 所以我們會用框架的方式去做編輯這樣子 好 那你看現在我們把它 底下我可能要留一些放文字的那個部分 所以我先把它拿掉 等於是我組完之後 好 我組完這個版之後呢 有些地方我不需要放圖 我就可以先把它拿掉這樣子 好 那我就留了七 七份的 好 就是圖片的大小在這邊 好 那當然有些 呃 可能大家看 好 就是在看那個圖片的時候 有些是直式的 好 直式的那個規格 好 有些是直式的規格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可以額外去安排 就是一些直式的那個內容在裡面 好 直式內容在裡面 所以這邊呢我們可以靈活的去做操控 好 那現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其實是那個框架部分 要先把它做出寫化的處理 我們現在的這個框架可以看到 它其實就是拼在我們的紙張的那個內容裡面 好 紙張的那個範圍裡面 好 但是出寫是在這邊是一公里的出寫 尤其是這邊有往左一公里 然後往上一公里的這個使用 所以這個 這個框架就是額外要去做擴張的這個動作 好 那擴張的時候 你一定要很清楚就是 你的所謂的定位方向 好 比如說我假設 我這一張框架 那我要讓它往上擴張的話 我如果設定的是左上角 好 我如果設定左上角 我去產生擴張就是 擴張意思就是說 我要讓它產生高多一公里出來 那寬呢 也是要多一公里出來到出寫 那以方便我們最後印刷的時候去把它裁切掉 那這個時候呢 假使我沒有改變我左上角的那個定位點 我直接去做 34 你就會發現說 因為它的定位點在左上角 是在這裡 所以它在產生高多一公里的時候 它是往下 漲 好 所以我們在安排的時候 我們就要去幫它控制好 就是定位點要在右下 在這裡 所以當我多一的時候 它就會往上漲一 然後你可以看到就是 這個要再多一就是變寬變53 它就會往這邊漲 它的定位這邊就不會跑掉 懂我意思嗎 就是你的定位會關係到 就是這個框架產生的方式 就是產生那個寬跟高的一個方式 就是往哪邊去漲延伸出來 好 那其實呢 我們這邊可以去做簡單的操作 好 就是 我們可以 一起改變 好 可以一起改變 比如說我這裡 就是你選擇這個框架 好 選擇這個框架 好 那我如果一起要向上漲的話 我其實定位在底下就可以 不管是右下或是下或是左下都可以 好 那往上漲 就等於是高加1 所以這邊是4 它就是同時會往上 跑 跑4 跑1 往上跑1 這三個1 1 2 3 因為剛剛這個我已經增加過 所以呢 同理喔 就是我這邊 一共有7個框架 這邊有7個框架 所以我只要選這7個框架 好 我的定位點呢 只要在左邊 那它就會往右跑 所以它的寬呢 去加1 大家就會出寫 跑到這邊的1 就是往外跑1出來 好 那這裡也是一樣喔 因為我剛剛這個已經長過了 就是 我剛剛這個已經長過了 所以你看它切線是在外面 好 這是在裡面 這是在外面的 所以我只要選下面的 6個 好 好 你的左手隨時就是Ctrl加Ctrl-減 就是你要 就是去 縮放 就是這樣才看得到 好 那這邊呢一樣 定位點呢 要改在右邊 不管是右下 右或右上 就是 它要往左邊長 所以它的寬呢 一樣 就是改3 好 53.5 它就會往這邊長 所以你這樣到時候 圖片進來的時候 滿滿這個框架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所謂的 出寫 產生出寫 好 這樣才會是標準的一個 形式 標準的形式 好 那 我們現在呢 就是要把 圖片給放進來 好 把圖片放進來 所以呢 你現在看一下 就是我們首先喔 先擺 橫式的 那在字錄圖片的話呢 你可以選擇檔案 字錄 那選擇我們給你的 那個樣本的 資料檔 好 那去把圖片給放進來 那這邊大概就是有 兩種形式 就是橫式跟指示 橫式跟指示的差別 那你可以透過 Ctrl的 就是加Ctrl的這個按鍵 按住 那它可以跳選 我們先把橫式的都放進來 我們先把橫式的都放進來 我們先把橫式的都擺進來 好 就是你至少這樣子 你會比較好處理 這是 我也不知道它指在橫 好 好 你就Ctrl的按住 好 就是選 好 然後開啟檔案之後呢 它會出現就是 你的 你的游標上面會出現 符號 就是有一個20 20 就是指說 你一共有20張圖片要露進來 好 然後現在目前我都挑選是橫式的 所以去點選它就會 進來這個畫面裡面 好 你就先按 好 它會根據你的那個框架 好 放進去 那這絕對會是 準確的 好 絕對會是準確的 那你大概先擺 好 你看你要跳著擺還是怎麼樣 你大概 因為它有一張縮圖給你啊 所以一般人家在主板的時候 可能會先畫一張草圖 就打算怎麼放 因為我們現在是隨機 先隨機放這樣子 所以 你大概 痾 其實不用想太多了 就放 好 好 那我們會留空間是要 擺 擺直式的 擺直式的部分 這個大概 好 這個是 大概是這樣子 好 好 那有些圖像呢 其實你到時候在組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 做擴張的一個動作 好 比如說 這邊幾張 你希望它大一點或小一點 好 你可以自己再去做調配 就是用乘的方式 好 去做整理這樣子 好 那現在我們要解決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的圖片雖然進來了 但是我的圖片 它並沒有符合這個框的一個大小 好 這個我們要談到這個框架的一個運用 好 它這邊呢 我會特別講就是 為什麼我們的視窗 一定就是超過1280 就是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把它挪開 我們的視窗啊 就是電腦的這個螢幕 最理想就是要超過1280 好 最理想超過1280 好 那現在大部分 比基金電腦的寬有到1366 甚至 比如4HD到1920 1600 1920 這個都很多 那這個寬是很重要的 寬很重要的 原因在於說 軟體它在設計的時候 它如果以1280為基數的話 它這邊就是會多一個區塊出來 那如果你的電腦螢幕是比較舊的 是1024的話 它裁切大概就到這裡 所以你會發現 剛好框架的東西不見 因為每次都有同學去問說 老師為什麼我的那個框架工具 都老是沒看到 好 那框架工具為什麼很重要 要特別拿出來講 就是一個原因在於說 我的圖如果進來這個框架工具之後 那它並沒有滿 它並沒有符合這個框架工具的這個尺寸 好 那其實有個困擾就是我看不到內容 沒有看完整的內容 那這裡呢 它就有 就是 4個項目 就是 比如說它可以去符合寬 或符合高 或是符合它的比例 就是這個是符合寬 你看 它就是符合了它的寬 但是它的高呢 它就會突出去 你點兩下 這個框架是紅色的 就是我們剛剛畫這個 插插這個 就是框架 這是紅色的 我剛好講過 這是剪裁遮色片倒著做的意思 就是 我這個框架就等於是剪裁的那個區域 那我點進去之後才是真正圖片的物件 所以這時候你在左鍵點兩下進去之後 你就發現說 欸 我這張圖原來還有一個區塊在外面 那這是符合寬的一個執行方式 那如果我今天是符合高 它就會 以這一個框架的高為基準 然後讓圖片的高去符合它 那就要看你的圖片的那個 所謂的比例方式 是不是有符合這個基準的一個情況 那像沒有的話 它就會漏白出來 就是漏空漏出來 那這邊還有一個形式是 它是去做填滿 符合寬的方式去填滿 就是它會稍微有點比例變形 就是去補上這樣子 這應該也是一樣 這個是符合 就是那個圖片的大小 這一個 你的圖片呢 多大 它的框就會被推到多大張 那框架變多大張 可是通常我們不會用這個選項 原因是因為 我們定義框架就是為了要符合我們版面需求 那你在用這個框架的話 你在用這個符合圖片大小的框架的話 你就會發現它爆出來 就滿出來了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會 也許用這個 但是你發現它變形量太多的話 那可能就是會利用符合寬的方式 那它的比例才會是正確的 那這個是符合寬之後呢 它去置中 所以你會發現它圖片本來是這麼長 因為我們原本這個是這樣子 它會齊上面 它會齊上面 所以底下肉出來會比較多 那這個是完全自中的對齊 不管你是高或寬 完全自中的對齊 那這個反而是大家比較常用的 這個 那所以呢 我們這邊大概去選一下 因為我們已經先篩過 我們已經有先篩過就是 橫式跟直式的部分了 所以你就是 其實把框架選起來 去產生符合 那它其實你檢查一下 這個它會擺在中間 或者是說呢 你就讓它自動符合 它的寬度 好 因為多數的情況 就是 你只要有分好類的 其實那個 效果做起來就是會比較 明顯 那它不會很麻煩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去重複點選 我怎麼都會選進去 沒關係 你就大概去把它抓準 因為一般是點框架 因為這個滑鼠可能有 類似連點的這個功能 所以 它會突然就點進去的圖片 好 對 大概是這樣子 你就先把圖片給擺進來 然後去把它做好處理 那像這個啊 我假設我要放直式的 就是我要放直式的話 比如說我把這個刪掉 那它呢就可以產生 高 是兩倍的高 所以這邊 第一個記得你的定位點 要由上向下複製 所以你的定位點要在上面 好 然後高的部分呢 要乘以2 它就會長下來 這是高 好 所以在你置入直式的時候 比如說這個 直式的時候 它就會完全符合這個尺寸的規範 好 那你再去做 對應就可以了 OK 好 你先試一下 好 那有時候主板呢 呃 不見得是直式橫式 然後大小的那個狀態 就是那樣 因為有時候啊 其實各位有常 就是大概有聽過 就是格式線的這個部分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 你如果要在某一個地方去按插 就是某一個大小的話 實際上你大概可以去思考一下 就是那個放大的比例 比如說是垂直放大 兩倍或是水平 或是垂直水平這樣子 所以這個層的除的部分 就是基本運算的部分 其實會很方便 好 那這個一定要去搭配 就是你這個一定要去搭配 就是它的定位點 因為它長的那個方向 就是長的方向 你才不會跑掉 不然你每次都要在喬 有時候 雖然它會自動吸附 感覺上蠻精準的 但是有時候就是會有一點 漏失掉 這個你要特別留意一下 那包含我去乘完之後 其實你還要再往外加 比如說它的寬 寬 就是它還是得出寫 所以這樣的一個大小的那個排版 其實你可以試著去做一些靈活的運用 比如說這個放進來 那這裡呢 就是 比如它有一個自動符合 放進來它會自動去符合 或者是你自己手動再去按 那你點了之後 你可以發現說 它好像就是超過這個版面 這是看你的需求 你看到垂直還是水平的 那這裡呢 有一個自中 你在把按自中 它就會弄上來 或者是你可以手動的去調整 你要的局部產生的那個區塊 OK 那當然呢 這邊有些也可以去做 所謂的 更換 然後取代 或是什麼 零零種種的 這個你可以去 拿捏一下你實際上的一個需求 OK 把它垂直的塞一塞好了 因為那個框架已經有塞東西了 所以 可能 再把它換掉就好 OK 好 這個我們把它 滴掉 好 就是你要點進去 然後再把它滴掉 這樣才能 就是 替換成別的 OK 好 那大小的部分呢 你就再去做 拿捏 因為有些 畢竟有些圖片它 其實 應該要顯現出來的 沒顯現出來的話 你可能要去 做一下控制 好 那符合寬 好 或是符合高 你可以按住 Shift 去調節 就是它的 顯示的部分 好 有些就是它 滿的嘛 所以 挪不進去 好 好 那 像你要自重 你就點這個 它就會自重 好 這很方便 那假使你的螢幕真的 沒有辦法 出現這個區塊 好 我還遇過很多人 有這個困擾 好 物件的這個 部分 比如說這個 這個 選 它有框架的部分 這邊 好 好 這個 物件裡面有個符合 符合裡面呢 就有這些 那我 沒有很建議去 寄這個 ALT TRIP的Ctrl 就是 加C 你的手跟 會糾結在一起 對 那你大概 我覺得這個 還滿方便 好 點一下點一下 看你的習慣 這樣子 那這些呢 當然你就可以去 對應在這邊的項目 好 好 好 這你可以自己去 拿捏一下 好 底下呢 我們把它做一個 填色 那這邊呢 我們有一個 舉行工具 你可以去安排 因為我們現在都是 圖像內容的部分 所以 你大概 去畫了之後 你可以去產生 所謂的 色票填色部分 那 通常啊 我們要 比如說 我要填一個黑色 黑色 我特別拿出來講 因為 比如說這個 顏色是 所謂的 Sign 就是那個 藍色的就是100 那或是 Magenta 就是 紅色的100 這些 那底下還有一些混合色 那其實這邊有個黑色 它這個黑色啊 就是 比較 就是 就是一個 K100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那個顏色是不夠的 因為一般 我們那個顏色會比較單薄一點 就是 黑色理論值是 100沒有錯 但是實際上 它硬起來會是薄薄的一層而已 所以 通常我們在用黑的話 會傾向使用多色黑 多色黑的意思就是說 我不純粹只有 一個 K100 我會再去做一個 其他顏色添加 所以在這邊色票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重新幫它命名 叫做 多色黑 那 多色黑它當然印起來 顏色會比較 比較 比較深啊 比較 比較飽和 然後那 厚度比較厚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會在 藍色 青色 紅色 跟黃色都去各做添加 那 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 CMYK的顏色 不要加起來超過 250 或是200 有些印刷廠都可以跟你講說 這叫看機器 如果它機器是非常快速的去做印刷 或是所謂的紙張 它是銅板紙類 光面的 它乾燥的時間需要比較長的話 它會要求你在多色黑的時候 多色黑的意思就是 我除了K100之外 還要添加其他的顏色 那讓它的黑顯得更飽和 更深層這樣子的話 這就是多色黑 它會希望你的總數 一般我們都是100 100 所以如果滿的話 就是400 那代表說 這個油墓的含量比例就非常的多 那當然它乾的時間就很慢 因為它一次滿版黑色 一次滿版黃色 一次滿版紅色 其實那個對於那個印末來講 它疊起來厚度很厚 那乾燥時間也比較長 那如果要快速印刷的話 其實這樣會產生一個困擾 就是你第一張印出來還沒乾 第二張又疊上去 第三張疊上去 第四張疊上去 就會產生所謂的背印 背印就是說 上面一張的背去印到下面一張的面 所以會產生背後去髒掉 如果你雙面印刷的話 你就會發現 就是後面都不能用 因為都被印到 這叫背印 那如果你是單面印刷的話 你就會發現 就是背後髒掉沒關係 但是另外一張的紙面 會有沾黏或是脫色 就是因為它分離之後 它會產生就是掉色的情況 所以要避免這種情況發生 但是我又要有多色黑的話 我們就必須控制這個油墓的含量 那有些快速印刷 它就會跟你講說 你Total的比例不要超過200 就是比如說60加40加20加100 那這個加起來就是220 那有些是跟你講說250 這是都可以的情況 那通常我們要讓它生成的顏色的話 我們其實加青色 就是Sine跟Mogenta 這兩個顏色是最直接有效果的 因為其實在明度比上面來講 這邊的明度 青色是比紅色 因為其實兩個差不多 但是它明度會比較低一階 那它會比較亮一點 但是黃色基本上 加多少其實意義不大 但是有時候如果看過人家設定這個100 其實這個設定100 遠遜於陽紅設定20 因為其實這個沒有用 那你多了這個100之後 你就會發現說 背影的情況又產生了 因為它雖然黃色的加深的效果不強 但是它還是屬於一層的油墨 它還是會黏黏的 你還是等它乾 所以這個有時候 我們通常會犧牲掉 如果它跟你講說 我只要200的話 我們有時候會犧牲黃色的部分 那有些更需要更快速印刷 就是它可能那個紙張很薄 或是那個情況不太好的時候 其實它可能要求你150 那你就是加青色 或是加青色加陽紅 就是這兩個加黑色這樣就好 其實黃色有時候那個 含量的部分 沒有太明顯 沒有太明顯 所以你眼睛很銳利的 就是覺得說 我這個有一點偏 偏紅或是偏 偏藍這樣子 藍色調的黑這樣子 那其實 藍色調的黑就會是這樣子 就是我的黑 然後加了一個青色的64 那眼睛很利才看得出來 就是那個多色黑是偏藍這樣子 不過通常這樣子其實已經很足夠 已經很足夠 就是那個多色黑 那你要它維持穩定的話 大概就是60 42 是你用遞減的方式去算 那這個多色黑呢 其實你可以把它自定出來 產生多色黑 然後再套用在這上面 那它的顏色就會比較相對很飽和 那一樣我們這邊的大小 幫它設定 因為它現在的圖層是在圖像這邊 圖像這邊 所以你這個就是色塊的部分 那它的寬呢 你就可以讓它是 我們是21 那你可以看到 我這邊定位點在左上角 左上角 所以我這邊 我要先讓它0 跟0 好 欸不行 這樣會跑掉 往下跑好了 往下 好 我們讓它定位點在底下 那這個 可以直接往上拉 然後往上這邊跑 那當然你用輸入的也沒有問題 反正它自己會去吸附這樣子 好 那這個x-1的原因是因為 它 這裡 出血 好 我們剛剛不是有設定出血 是1公里嘛 那它的0在這裡的話 所以它多往左邊跑 這邊就是變成負的 負的香量 好 那這邊呢 就是 一樣 這邊多出來的 它就變成212 因為 左多1 右多1 所以它寬是212 這邊沒有問題 那高度的部分 就是大概去抓一下 它其實 出血之後會產生C負 好 好 所以圖片進來之後呢 我們可以開始放文字 好 文字呢 我給各位一個 檔案 就是文字文件這邊 那這個呢 其實是 一個正式的比賽 一個粉彩比賽 我上次好像有放過 好 那你就可以試著把 這個文字內容放進來 那我會個人建議就是說 你盡量就是利用 文字文件 就是因為它的格式都會被取消掉 這樣是相對比較理想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可以複製 先複製 複製 複製之後呢 我們這裡 就是要注意就是 你的圖層要選到文字這裡 好 那你之後再貼進來 它才會把文字的物件 放在文字的圖層裡面 OK 然後再加上我們上禮拜有提到 就是 這邊有樣式 好 樣式的話呢 我們會建議定義就是 段落樣式這裡 好 那這裡呢 我們去新增一個 段落樣式 那給它就是所謂的 內文 內文 好 就是內文 好 那當然呢 這邊就是 我段落樣式 就是我自訂一個新的 自訂一個新的 那基本的資源格式呢 我們這邊幫他定義一下 就是 或是 也許我們正黑體 或是反黑體 都好 就看你的 需求 那 大小啦 巨啊 這邊大概都可以去做 處理 好 我們先按確定 我們等一下就套用 這個內文的部分 所以呢 選擇文字之後 那這邊呢 可以去做 輸入 Ctrl-V 貼上 好 貼上之後 我們這裡大概可以看到 就是 你可以看到後面有一個 這個加 這個加 代表說 這一個文字塊 並沒有 完全顯示完 就是 他可能還有更多的內容 要顯示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要稍微幫他 挪一下 幫他挪一下 好 現在一個問題出現 就是 我的圖 蓋在我的字的上方 你看我把他移上來這邊 我的圖片的圖層 在我的文字上方 所以你要回到你圖層這邊 把這個文字層 擺到上面來 他才會出現 好 他才會出現 然後在印刷裡面 就是沒有所謂 呃 有白色 但是因為那是 所謂的特別色版 就是 他是額外要做一塊板 去做壓白的動作 但是通常呢 我們一般在印刷的時候 實際上 如果你是黑底或深色底 要留所謂的白字 他的那個字的顏色 就是留白的那個顏色 他通常叫做所謂的紙張色 意思就是說 欸 我現在點到了框 好 我點到了框 我要選文字 要點進去 要選文字 然後選起來 選紙張色 好 紙張色的意思就是說 我的這個白色的字 雖然他現在顯示是白色 但是我現在印了一張是 米白色的紙 那 其實這邊等於是說 他不做板 而板是做在外面這一個 圖像物件上面 那這個物件上面 其實這個就是透空的 對於他來講 他是透空的 好 好 所以這邊呢 你大概也可以知道說 呃 這個地方會被留白出來 好 會被留白出來 讓我們看說 這個文字的部分 是比較 呃 大了一點 所以我們回到 我們的段落樣式這邊 來看一下 這裡 大概去了解一下 它的 字緣顏色 點一下 好 然後在基本字緣這邊呢 我們把它的 呃 好 調好 就是字緣的顏色 就是在這個內文的地方 我們剛剛沒有點到 是直接套色 其實應該在這裡去點選 好 這樣它才會產生同一的規範 好 好 那 這邊可以把它規格化一下 就是你稍微讓它 呃 有一個 好 好 視覺上的效果 你大概幫它抓一下 那你也可以說 我要排在這個主板裡面 好 但是 這邊就留空很多了 所以我們稍微幫它做一點調整 呃 我們幫它分欄好 分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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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向這樣子 分出來 好 那這邊是一個 那在接下來呢 好 再把它調開 這個大小 好 再把它文字再拉過來 好 那你可以再去做 安排 好 比如說你要做多重複製 做什麼都好 那這邊還有其他的內容 你大概幫它做一下 複製 然後來這邊呢 再去做貼上 好 再去做貼上的動作 那這邊其實 我們在做 應該是看 大家的 喜歡的 安排方式是什麼 你就自己去 嘗試看看 那像這個有多出來的 多出來的部分呢 你就可以把它 拉開 好 去調整好 好 大概這樣 那你因為有定 段落樣式 所以你日後 很方便 就是 基本格式你要選 你要改文字 你 連這邊都不用選 你直接去對這個動作 去做修正就好 比如說你想做 細黑體的設定 它全部就會改成細黑體 好 這個是相對方便的地方 好 那當然呢 你可以複製這個 內文的部分 比如我複製 這個 那我可以依據 好 就是什麼 去做規範 那當然你如果說 無段落樣式 也可以 那再去做 所謂的 內文標題 好 那這邊呢 你就可以去產生一個 比較 黑一點的 比如說 中黑體 中黑體的選項 那一樣支援顏色 選紙張色 確定 好 那這裡 你就可以 額外去套用 好 這邊可以額外去套用 我們要的 就是 內文標題的部分 那當然你還是要稍微去 整理一下 就是這個 大小 這個大 這個都比較大一點 我們這邊改內文 好 好 所以呢 我之後 我只要說 我的內文標題的部分 我的大小 讓它再大一點 好 比如說是14級 那我這邊就全部會變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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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那這個 管理處這個 我把它改內文 好 那當然你這個 也可以去換 好 好 好 這個你標題的部分 你可以去選擇一個你喜歡的 我覺得它也 那個 字體不夠粗 好 我選擇粗一點的字體 好 好 那你的內文呢 你可以按照你的編輯的需求 好 比如說 我這裡有一個 行距 的部分 這邊有行距 我希望它行距在 它原本14.4 我希望再寬一點 可能18 好 它就會比較鬆 好 會比較鬆一點 那因為它規格化 你就很好處理 好 然後再接著呢 我們幫它設定一個 標題 好 就可能我 我要放在中間 那 這個標題呢 應該就是 它叫台灣粉戰 因為它是一個粉彩化的 一個比賽 好 那這時候我乾脆直接打 因為我是打在檔案名稱上面 所以 好 你打字 就要框開之後 然後再 台灣粉 讚 好 那我先讓它的色票是 黑色的 好 我先讓它看得出來是一個 好 好 那這裡呢 我就要去設計一下它的 段落樣式 這裡 一樣 它這個是 內文 那但是我要新增一個 段落樣式 那這個呢 叫做 呃 黑體 好 這個大一點的 那字體大小可能三十六幾字 好 那先確定 好 讓它大一點 欸 還是不夠大 我可以讓它更 更大 好 就是 主標體的部分 好 可以讓它的大小到 也許是七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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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 這邊呢 你可以把它 放進來 好 那放進來之後呢 一樣 我們讓它的主標體的 顏色 就是紙張的顏色 它就會變成 反白的情況 好 那這裡 我們也可以讓它 產生所謂的 陰影 好 它就可以產生 影子 好 那這個 這邊其實有一些效果 就是陰影 內陰影 外光暈 什麼的 這個都可以去安排 好 那當然你現在可以點進去 就是設定 它的 效果 就是 它的距離 好 比如說它的間距 就是不要太遠 好 那但是它的那個 擴散的程度 可以稍微大一點 那 不透明度也可以 低一點 高一點 就讓它不透明一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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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 這個是 展開的程度 讓它多一點 就是讓它的視覺效果 會比較明顯 好 比較明顯 好 然後 擴散 好 那這邊稍微再透明一些 好 好 那這邊呢 其實我們可以讓它設定主標題的部分 它的間距 字體的間距 好 自己的間距可以稍微大一些 好 我們這邊可以 好 比如說 20 好了 好 它會稍微寬一點 好 我讓它再大一點 好 因為這邊都要靠實際上的調整 好 那它才會有效果 我看無視看看 沒有很大 你最好在做的時候 就是都是用規格化的處理 不要一個字條 因為一個字條的話 其實 你哪一天要去判斷說 它到底字句間隔多少 你其實無從判斷 其實你要在那邊測量 還要去猜 其實有點小麻煩 好 那這個完成之後呢 我們有所謂的對齊 有對齊工具 那對齊工具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去運用 好 這邊有一個叫做 物件與版面 它的快速鍵叫Shoot這家F7 它這裡可以去幫你去對齊 在 我們的整體的頁面上 讓它置中 所以我這邊點擊 它就會完全置中 那當然有時候我們在 顯示的時候 會希望它稍微 錯開一點 就是不要說刻意的完全遮住了 哪一個作品這樣子 好 那你如果要完全很 齊 置中的話 你這個要選一下 因為 這樣子它有時候會差一點點 好 好 然後一個 呃 再一罐文字進來 好 我們是選擇它的 呃 網頁 這邊是網址 好 有網址把它複製起來 好 那 我們可以複製它的 文字版型下來 然後 按Alt複製下來 Ctrl V貼上 好 那再去修正 它的大小 那這個時候啊 你就可以看到說 我那個主標題已經 太大 不符合它的需求 所以我又要再新增一個樣式 那這個時候這邊呢 就是 副標題 好 好 那 點進來 去改 好 就是依據也是五段落樣式 你可以繼承啊 但是 看你自己的喜好 那字體的話 建議盡量 英文字 就用英文字的字體 那中文字就用中文字的字體 好 因為有時候中文字字體 它複製的那個英文字字型 其實沒有那麼好看 好 所以這個你可以去 多了解一下 就是那個 英文字字型的那個 效果 視覺上的效果 那 這個可以稍微再小一點 好 那字句的部分呢 我建議可以 大概五十就好 不用太大 好 那 大概這樣子 去調整 那你如果覺得它的陰影的程度太強 你可以再去 調整這裡的陰影的效果 好 讓它的 比如說大小 好 再弱一點 不要太強 好 那 副標題的部分 它的 呃 我覺得它可以用 粗的 好 因為這太細了 用board 好 那這樣變多了之後 我們再把它字體變小一點 沒有變 好 OK 好 塞進來 好 當你這樣完成之後啊 就是一張完整的那個 海報 就是 海報 那你再看一下 你這個 所謂的內紋的部分 需不需要再微調 那 假設你內紋要微調 你就回頭來改 樣式就好 你不要動裡面的東西 因為你都已經排好了 所以這邊的字圓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 這方便 就很方便 隨時去調 它整體都會跟著變動 你出錯率就降很低 那 存檔的時候 你要記得 另存新檔 比如說 存一個 英理上的檔案 或是 如果你很擔心 就是你這些連結的圖片 它不見 它怕會不見 你就要選擇用封裝的方式 我現在提的就是兩個部分 一個是 因為我們這些圖片 基本上都是連接進來的 連接進來的話呢 其實它就是一個 英理上的殼去裝這些東西 但是實際上不包含這些圖片的形式 所以 你要用封裝的方式把它封出來 那它會用預檢的部分 去跟你講說 有一些字體啊什麼的 那這個 你就先不要管 這我們下次會講 我們下次會講 它包含它會檢查說 圖片是不是CMYK或是RGB的 這個我們之後會再講 那你先把這個東西封出來 我們先存一下 我先存檔 好 那你就把它封裝出來 那封出來之後呢 比如說這是一個 台灣粉站 好 那封裝 那它會把 就是 這些東西 字型 圖片 內文 全部封出來在外面 然後 第二個東西就是 你可以轉存成 PDF檔 我們剛剛有封一個台灣很讚的資料夾 我再存一個PDF檔 存檔 好 存的時候呢 你看到這邊 就是它有所謂的印刷品質 好 這是你印刷的檔案 好 那你要放在網路上 share 你就選最小的檔案大小 這個是大概100dpi 這個有到300 所以這個是它在轉存PDF時候的一個效果 你先選這個 之後我們細項會再講 那 假設你今天要送去 輸出啊 或是說印刷的話 它有一個標記跟出寫 那你如果很 就是很 偷懶 講偷懶的話 就是 你可以勾選所有印刷的那個 標記 那 旋轉存 一排文字就是這邊有文字沒有顯示完 這個我把它修一下 快好了 再存一次 然後再把它轉存一次 列印存檔 是 好 再改一次喔 印刷品質 標記 勾選 轉存 好了 好 我們回過頭來這邊看 就是 這裡呢 你看到有一個PDF檔 好 這個就是完整的 印刷的稿子 好 這是完整的印刷稿子 欸 顯示有點慢 動不了 好 這是完整的一個印刷稿子 好 那 這個是封裝 剛剛講一個封裝的那個部分 link 就是所有這個檔案 它用到的圖片 然後呢 還有包含字型 所以你有一天 你如果說完成了整個project 你必須把東西都集結好 就必須用封裝的指令 這樣它的字型跟它的連結檔案都會在 然後包含了一個工作檔 那它還有給你一個過程的這個指示 這個其實是它自動產生的文字檔 這個我們之後就會再解釋 好 那這樣子你就可以完整的把這個專案給存起來 就是這個東西 OK